来 签合同 签完合同咱们得喝个香槟庆祝一下吧 来 开冰箱 干杯 朋友们 整个广州车展最硬核的展台 应该就是捷报路虎展台了吧 你们看啊 V8版本的卫士90 110 130他们都来了 其实卫士是最能够代表 路虎越野基因的车型啊 你要知道卫士这个车放到以前 要么是军队 要么是商骨开的 后来才逐渐的被迷用化 但是呢这个命名系列很多人搞不清楚 今天跟大家好好说一说啊 其实这个命名呢就是代表轴距 就比如说卫士90 90就代表着90英寸 但是呢后来的卫士110还有130 他们的轴距是一样的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然后就是24款的蓝胜 可能跟上一代车型相比 会比较的难区分 但是呢在这一代的车型上 你会发现更多的豪华的元素 首先呢就是在中控这个位置 所有的实体按键都集成在这块 13.1英寸的曲面悬浮屏里面 而且人家官方也做过深度调研啊 就是说你所有的功能 几乎都可以在两次的点击之内去完成 但是我觉得啊人家大哥一次都不需要 你就只需要一个眼神 司机就get了 就立刻去完成这个指令了 尤其是你在蓝胜创世加乘版 以及以上车型的后排 见到的所有的调节全部都是电动的 好家伙能电动绝不手动 这个是你在其他车型上见不到的配置 像流米体后视镜 像座椅的24项的电动调节 以及通风加热按摩 都可以在这辆蓝胜上见到了 那在我身旁这辆呢 就是蓝胜的SV版本 也就是特别定制版 什么意思呢 就是几乎你肉眼能见到的地方 它都是可以定制的 比如说你前后座椅 可以选择不同的颜色 然后外观可以选择200多种配色 装饰件可以选300多种配色 甚至啊 它的发动机盖 以及它的尾标 都是可以选择24颗加黄金的 所以我是不是得在车尾装一个摄像头 这要是我的尾标被抠走了 我找谁说理去 最后呢 增加了85匹 达到了非常惊人的615匹马力 已经是整个捷包路虎家族 动力最强劲的车型没有之一了 而且这次还先引入了3.0直列6缸的版本 因为你也知道 毕竟大哥的前菜也不是大风瓜来的 具体的参数呢 我也放在评论区 你们会如何选择呢